我的故事名字是什麼? 我的故事是力量 力量是這樣,就是 混沌宇宙,什麼都沒有 反正就 慢慢形成一些力量 萬物不明,所以慢慢力量慢慢形成 然後慢慢形成 因為它透過一些創新的過程 一些改變的過程 一些個等等的過程的這些力量 然後慢慢匯集起來之後呢 就會展現 慢慢形成它的存在 其實它是無所不在 那我大概的這個圖像的形容是 是金木水火土 那如果按照西方的說法是 木火土 不是,是 是什麼,是 風火 對對對 這個比較有學問 意思是一樣 反正就構成這樣一個 是一個圖像 大概是這樣 然後慢慢的就展現它的力量 然後它會不斷的形成 又不斷的展現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一個概念